荒野独居迎来全新挑战 粉丝票选出过去几集中最强的6人回归 他们被节目组投放到熊群秘籍的 拉布拉多还按上挑战野外求生50天 坚持到最后将得到300万奖金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选手回归 首先进入副本的是考虑 也是我们熟悉的兔子姐 刚上岸就被直升机吹倒在地 在第7集时 她通过陷阱和弓箭 狩猎到不少兔子时 可惜后面因为脚趾动伤被强制退赛 回去养伤好后 考虑经常到以外磨练求生技能 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少天 考虑也不着急去弄庇护所 先到附近看看有什么吃的 海岸边有不少海藻 一备和隔离 理论上靠这些前期不用担心挨乐 考虑打算多捡些海藻回去吃 这边的路比较湿滑 被时刻留意脚下的情况 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群乌鸦在聚集 考虑凑近一看 原来是一张海豹皮 上面还有剩下不少脂肪 没想到开局就有肉吃 如果不是道具组吃剩下的 那考虑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至少前期不用喂肉的问题担心 简单重洗过后 考虑忍不住又凑过去闻一闻 上面的肉非常新鲜 他立刻到附近收集材料搭建架子 紧接着将脂肪一块块切下来 满满一锅肉放火上煮熟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香味 趁着烹饪的时间 考虑到附近寻找一个合适搭建庇护所 在路上发现有不少被冲上岸的东西 像木板和绳子都是很棒的材料 利用的好 能省下不少功夫 逛了好几圈 终于找到个满意的地方 附近的树能够很好的将风挡住 运气好的话还能蹲到松鼠过来 将钢剪刀到材料用上 快速搭建出一个一型帐篷 防水不往上面一盖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这能不能抵挡住强风和大雨 忙了这么久终于能够吃顿肉了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直接顿顿顿喝起来 味道比想象中还要好 可惜没有带调料过来 下次添加点蔬菜到里面会更美味 再看看其他选手怎么样 同样来自第七季的选手马克 被安排在类似沼泽一样的地方 这边大部分东西都湿透 他得找到一个干燥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在第七季 马克的表现非常耀眼 要不是罗兰狩猎到射牛 大家都觉得他能够稳拿冠军 后面因为感染机生虫遗憾退出 当时还不会喊爸的孩子 现在都能打酱油了 马克希望通过这次挑战给儿子做个榜样 他觉得自己肯定能够坚持到最后 在队岸还有一个第七季的选手阿莫斯 在太阳落山前 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上次参赛的表现相当不错 虽然前期捕获到不少鱼吃 但是到了后期只能挨了 临走时还碰到庇护所着火 可谓是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回去后和家人休养了一段时间 他这次过来就是想赢得300万 让女儿生活变得更好 阿莫斯第一天除了没找到食物 整体上过得还算不错 这次他得特别小心防火 要是庇护所再次着火 那节目效果肯定要拉满 第二天 阿莫斯醒来后就跑到岸边收集隔离 别看这塞满了一大锅 里面能提供的能量并不多 想要坚持到最后 还是得想办法狩猎到吃的 原本阿莫斯是想到丛林里搞点松鼠吃 没想到有只松鸡送上门 立刻拿起手中的弓箭瞄准目标 虽然成功命中了目标 但是他求生欲拉满 不知道跑到哪里了 到处是散落的羽毛 最让阿莫斯无奈的是 那弓箭还插在他身上 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一支箭 没办法只能回去继续完善庇护所 明天就是女儿的生日 他现在挺想回家开排队庆祝 虽然刚不回去庆祝 但是可以弄点特产当礼物 阿莫斯制造了十几个套索陷阱 他觉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只要有一个触发抓到就满足了 这边每天都会下场小雨 选手很多时候都待在庇护所里喝茶 等天气稍微好一点 阿莫斯又带着弓箭到丛林里面狩猎 又回到熟悉的地方 因为刚下过雨 他也没指望陷阱有用 现在只想找到松鸡拿回那弓箭 阿莫斯突然欢呼起来 没想到陷阱那边抓到了兔子 事实证明 多弄点陷阱还是有用的 立刻回到营地进行处理 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之前挑战的样子 熟悉的切割方式 快速弄完后就放到锅里面烹饪 这样的荒野美食 可比他在家点外卖香多了 吃得那是相当开心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五天 考虑一大早就被松鼠给吵醒 看着松鼠到处乱窜的 可把他给残酷了 考虑立刻走起里面弄份松鼠早餐吃 他发现这有一条狩猎小道 顺着望过去 地上有坨熊粪 看起来应该是最近留下的 要是能狩猎到一头熊 考虑觉得自己能躺到比赛结束了 现在想想都觉得开心 就不知道这季会不会出现图熊勇士 马克也在努力寻找食物 这边环境非常潮湿 刚走一挥衣服都湿得差不多了 他打算像第七季一样 弄得豪华庇护所 找了个较高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先将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 为了这次挑战 马克做了很多准备 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他觉得完全有能力拿到300万 砍伐的树木速度相当快 一挥的功夫就搭建一堵小墙 按照这个速度弄下去 天黑前应该能把结构弄出来 这边资源和环境都不错 原本马克还挺喜欢这里的气氛 但是待得越久 他就越想念家里的儿子 虽然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马克一点都不想工作 经过短暂思考后 立刻拨通电话退出挑战 节目组接到也非常猛 谁能想到上次坚持40多天的马克 在第五天就要退出比赛 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单纯想回家陪孩子玩 马克希望儿子以后看到这个视频 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现在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 大家猜猜会是哪些选手回归呢 这是号称荒野独居中挑战最困难的一季 每个选手能找到的食物并不多 加上恶劣的环境 不到天的时间 马克就选择退出比赛 现在还剩下三名选手没有登场 让我们看看都有谁吧 首先登场的是第三季的选手格雷 他非常期待这次的挑战 因为开始的时间比往期都要晚 当格雷来到时 太阳都快要下山了 他得抓紧时间寻找地方搭建庇护所过夜 在第三季时 格雷待了51天 通过自己努力制造了各种东西 在抓鱼时不小心摔进水里 本来就没怎么吃过东西 现在还体温过低就只能强制退赛了 回去后就一直待在野外磨练技术 虽然已经59岁了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能再拼一把 格雷觉得待在树林里会更加安全 将树枝砍伐下来搭建 唯一怕的就是夜里会有熊过来 盖上防水布后 简单的庇护所就搞定了 希望今晚能睡个好觉 紧接着登场的是沃尼亚 他并不着急去搭建庇护所 先看看海滩上有什么资源 他觉得这边资源要比第六季是更少 当初他待了73天 与冠军就差那么几天的时间 可谓是相当可惜 要是他能多囤积点失误 或许荒野独居就出现守卫女冠军了 回去后 沃尼亚一直在准备参加下一季 手工制造了不少装备 觉得自己待个50天应该没啥问题 他在海滩上捡到第一个有用的东西就是水瓶 能够方便多储存点水 还看到这有不少隔离 晚餐算是有着落了 眼看天都要暗下来 沃尼亚这才想起 要搭建庇护所 快速将庇护所的框架搭建起来 然后将防水布盖在上面 看起来相当简陋 他觉得能抵挡住雨水就已经相当满意了 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是米歇尔 这里的环境比之前待过的地方更恶劣 在第八季时 米歇尔待了21天 虽然时间并不算太长 但是他展现出来的技术并不弱 就是运气差了点 后期啥食物都没碰到 只能饿着肚子退出比赛 为了能够熬得更久一点 他每天都在增肥的路上 现在肯定要比之前更加能挨勒 海滩上散落着不少翻盖贝壳 这也意味着附近肯定有隔离 米歇尔这次的战略很简单 多吃少做事 不知道能不能待到最后 猪人在忙碌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格雷第二天醒来时 发现天气变得更加恶劣 昨晚一直睡在地上 把他冷得不行 他并不想耗费太多力气完善住所 先到海滩那看看有什么能吃的 最容易找到的应该就是一辈了 基本上随便翻开石块 都能找到一两个 找了会手上就多了不少吃的 格雷觉得可以用些一辈当幼儿钓鱼 要是能抓到一条大鱼 至少好几顿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但是这边的海藻比较多 经常会将鱼线缠住 看来今天并不适合钓鱼 只能带着一辈回去煮来吃 就在格雷想要回去时 突然发现自己带来的锅不见了 也不知道被涨潮的水带去哪 在附近找了半天 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 幸好这锅没丢 不然他只能回家吃大餐了 米歇尔昨晚直接在海滩上露营 风吹得非常大 差点就要防水不吹走 今天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这次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湿度非常高 加上时不时就有寒风刮过来 特别容易冻伤 在丛林里发现有黑熊的粪便 米歇尔的抓紧时间将庇护所搭建好 挑选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他并不想将庇护所弄得太大 尽量保持简单和空间小 这样里面点燃火堆会更加暖和 像这样捆绑在一起 然后立起来形成三脚架 最后将树干搭在上面就差不多了 这一趟下来可把他累得不行 就在米歇尔想去生堆火时 海滩那边传来动静 立刻拿上摄影机凑过去查看 原来是那鱼在那蹦达 确认安全后 米歇尔这才松下一口气 看来庇护所还得在坚固点才安心 沃尼亚休息得还不错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 被趁着现在自己有力气 将庇护所进一步加固完善 附近并没有粗壮的树干 只能选择再有岩石的地方 至少还能稍微阻挡一下寒风 不断砍伐搬玉树木过来搭建 这里的环境要比以往的挑战还难 忙碌了大半天 具体的成品是这样的 接下来只需要将两边的缝隙填补好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冷醒了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 格雷还想着偷懒不弄庇护所 没想到防水部会漏水 回去一定要给个差评 现在睡袋湿透 得想办法烘干才行 这比想象中还要麻烦 先重新换张防水部盖在上面 里面生一堆火慢慢烘干 今晚估计也干不了多少 就这样格雷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醒来 睡袋还很潮湿 他只能在锅烹些一杯吃 附近有不少海鸥觅食 不知道设置些陷阱能不能抓到 立刻收集树枝过来搭建 制造难度倒不是很难 主要是拍掌潮把陷阱淹没 接下来就看缘分怎么样了 虽然后面几天都能看到海鸥飞过 但是那陷阱早就被海浪摧毁 看来还得往更高的地方搭建才行 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 现在一切都在往坏的地方发展 反观米歇尔的庇护所 并没有因为下雨出现问题 每天都能在海滩那收集到食物吃 别看这里数量很多 其实能补充到的能量并不多 还没有它收集是消耗的体力多 而且吃多了 还会导致肚子不舒服 米歇尔只能多喝热水 让身体缓缓 沃尼亚这边也不好受 防水部上有不少漏水的小洞 这样屋顶质量实在不行 身体已经出现低温的症状 他想起之前挑战时的画面 现在更加难熬 一想到家里的大床 情绪实在没忍住哭了出来 格雷的心情也不大好 没有吃到 到时都是潮湿的环境 他现在都想退出比赛回家了 现在所有选手已经登场 不知道大家觉得 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呢 谁能想到号称最强的一季荒野独居 开局没多久又有人要离开这里 那人就是格雷 原本他每天只能吃格梨和海藻 能补充到的能量少得可怜 加上防水部漏水导致睡袋湿透 他觉得旅系留在这里折磨自己 还不如回家吃烤鸡 说走就走 立刻拨通电话摇人过来 节目组也没想到才六天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四个选手 看来下次的选些靠谱的过来 目前也就考虑的状态好点 毕竟每次出门都能看到海报爬岩石上 要不是现在他身上的肉还不算多 真想现在就给他插上渐渐 幸好这边的一辈有很多 退潮时随便哇哇都能找到一锅 合理分配下 还是能多坚持几天的 回去就给自己弄了一份海带炖菜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一辈虽然味道还不错 但是能补充到的能量并不多 想要在这里待个五十天 还是得想办法弄到更多的食物才行 都这么多天了 阿慕斯每天醒来 都还在为生火而发愁 附近干燥的材料并不多 导致生火特别麻烦 只有运气好时 才能早早把火生好后去狩猎 不过现在囤积的柴火快涌光了 希望今天能收集多一点 他可不想在外面那吹整天的风 海岸那边每天都有不少东西会冲上岸 阿慕斯到那边碰碰运气 刚好有根不错的树干 可以当柴火 就是太长了并不方便搬运回去 阿慕斯只能拿起斧子网上招呼 这树干不算太粗壮 卡卡几下就搞定了 现在要将它们搬运回去进行加工 很快地上就有不少柴火能用 有没有董哥知道 阿慕斯这次带回的柴火能烧多久 反观沃尼亚就要倒霉很多了 也不知道胡椒喷雾什么时候坏的 将辣椒水撒得到处都是的 最糟糕的就是弄到床和衣服上 本来身上就有不少伤口 现在还要碰上那辣椒水 想想都觉得刺激 处理时 手纳沾染多了 哪怕是一点划伤感觉都像被灼烧一样 沃尼亚费了老大劲才清理干净 可把她累得不行 但是衣服上还有很多 她试图用泥土抹到上面覆盖住 希望能够将辣椒水吸走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庇护所到处是辣椒水 至少不用担心雄会袭袭过来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正忙着完善巩固庇护所 虽然这样晚上睡觉会暖和不少 现在能否获取到食物非常重要 之前就是因为找不到食物而淘汰 幸好退潮时能够弄到隔离和海草吃 暂时不用担心会饿到晕倒 突然有只松鸡冒了出来 米歇尔试图一边哨声吸引她 一边走回营地取武器 当她拿到弓箭时 松鸡就在前面不远处 直接上手就是一箭 下一秒那松鸡就躺在地上 来了这么久总算能够吃顿好的了 米歇尔觉得实在太不容易了 立刻带回营地进行处理 将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后 和浆果一起放到锅里进行烹饪 闻起来味道还不错 立刻品尝起来 就在米歇尔享受美食时 沃尼亚那边也把衣服弄好 趁着退潮到岸边收集一杯吃 她还想到把这些囤积在一个地方 这样或许能吸引到更多食物过来 要是能搞到调鱼那就更好了 想法是挺好的 就不知道这运气怎么样 唯一的问题就是涨潮了 刚还能看到放下的袋子 现在不知道瓢到哪去了 沃尼亚并不想放弃那容器 只能脱掉衣物倒水那寻找 冷得她瑟瑟发抖 幸好那东西并没有瓢得太远 现在只想赶紧回到营地取暖 荒野独居进行到第八天 考力刚去岸边打水时 发现有只松鸡 可惜她并没有带弓箭过去 当她跑回营地再回来时 那松鸡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杯虽然好吃 但哪有松鸡香 她打算拿着弓箭到丛林里碰碰运气 刚进去没多久就听到有松鸡的声音 慢慢靠近过去 突然从她头顶那边飞过 立刻拿起弓箭射了出去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然今晚就有鸡吃了 比较难受的是 刚刚那件事朝着海滩那边 考力担心退潮后弓箭找不到了 脱掉裤子到水里捞出弓箭 双腿冻得抖擞 早知道会这样 还不如直接弄一杯吃算了 立刻回到营地那把身子烘干 之前因为脚趾冻伤退赛 考力非常担心会重蹈覆辙 以后还是得少点到水里才行 阿莫斯觉得这次挑战比上次还难 没吃什么东西 现在还有点脱水 身体已经虚弱了非常多 光靠一杯 还早已经没法满足肚子 她试图用鱼线钓到足够的鱼吃 但是一天下来 啥都没弄到 反而让肚子变得更饿了 只能回到营地里怀疑人生 难道真的要狩猎头胸才能熬下去吗 最近的风越刮越大 米歇尔这庇护所还有点漏风 整晚都在担心庇护所会散架 等太阳一出来就用苔藓将缝隙填不住 防水布上已需要加上一层 这一天下来都在收集搬运苔藓 虽然食物都没有时间寻找 但是看到庇护所弄好 米歇尔的心情还是相当不错的 没想到夜间就下起了大雨 沃尼亚那庇护所还没加固过 背后岩碧纳已经开始漏水 最惨的是睡袋刚好在那边 现在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也不知道昨晚是怎样的度过的 反正沃尼亚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看着外面的彩虹 希望这几天别下雨了 至少让她将睡袋烘干在下 为了避免庇护所漏水进来 她只能多多利用周围捡到的材料 然而刚收集完材料 天空就下起了雨 只能强忍着难受继续工作 在防水布的洞下多塞点树枝 看起来还不错 暂时避免里面湿透 接下来可能会有暴风与袭击 她得赶在日落前尽量多干点 也不知道大家能否承受得住 你知道如何在野外布置陷阱抓兔子吗 看看沃尼亚是怎么样做的 首先要找到兔子活动的痕迹 在其必经之路上安放好 陷阱不需要弄得太过复杂 只需要将套索放在上面固定住 再用树枝稍微装饰一下 看起来要自然一点 运气好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获得一只肥美的兔子了 除了设置安放陷阱外 还能向他们利用弓箭狩猎松击 需要大家平时多在家练习才行 看他们一脸轻松的样子 就弄到不少食物 换做侍女 会用什么工具狩猎呢 这几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11天 目前还剩下4名选手留在场上 同时也可能迎来守卫女冠军 毕竟就剩下阿莫斯一个男的了 最近天气并不好 时常会下起小雨 这也导致考虑没办法到外面觅食 只能窝在庇护所里面休息 趁着现在天气稍微好一点 他打算制造一个松击陷阱 松击喜欢站在树枝上觅食 利用这个特性 先将树干敲进地里面 然后用绳索围成漏斗形状 下面的树枝尽量安排的密集点 只要松击被江国锁吸引踩在上面 就会失去平衡立刻掉进里面 因为底部空间并不大 松击根本没法张开翅膀飞走 到时也就只能等他过来收割 想法是挺好的 就不知道松击会不会中招了 镜头来到阿莫斯这边 前面几天只能找些海草和隔离吃 光靠那些根本已经没法满足他的肚子 需要布置更多的陷阱获取食物 就在阿莫斯为食物而犯愁事 突然看到这边有不少吃剩的骨头 看起来像是熊啃咬过 一想到附近有熊出没 这下阿莫斯不困了 要知道他的弓箭是专门打造过的 能够轻松扎到黑熊肉里 现在满脑子都是当图熊勇士的画面 让阿莫斯没想到的是 熊没找到 反而发现有头兔子迷路了 被困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 虽然这兔子身上的脂肪并不多 但是比吃隔离好太多了 他也不嫌弃立刻拿出来 经过简单处理过后 就带回营地烹饪 放到锅里面炖煮 阿莫斯觉得只有猎熊才会镜头多 好家伙 别人过来比赛 他是来搞节目效果的 米歇尔虽然之前弄到松鸡吃 但是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 眼看天气越来越冷 他需要多囤积食物时 先去检查陷阱那边的情况 一路走过来都没看到陷阱有货 反倒是在海岸边看到一直躺着的松鸡 难道是道具组放生时留下的吗 闻起来还挺新鲜的样子 倒数的食物 哪有不吃的道理 米歇尔立刻将松鸡处理干净 反正只要煮久一点 他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吃得那时相当高兴 希望明天还能捡到食物吃 考虑这便一直忙着制造安放陷阱 前前后后弄60多个 忙了一整天 终于空出时间补充水分 海水成的薄冰 吃起来就像薯片一样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之前安放的松鸡陷阱怎么样 很可惜并没有松鸡送上门 这多少已让心情有些低落 他感觉身体一天天虚弱 再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能撑多少天 就在考虑想回去营地时 听到树上有松鸡的叫声 立刻拿起弓箭凑紧过去 松鸡还没有意识到底下有人 考虑抓住机会 瞄准目标射了过去 下一秒就看到他手上多了只松鸡 块头还挺大的样子 考虑恨不得现在就咬上一口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去从来吃了 没有什么比肚子饿时 能找到吃得更棒了 现在又能在这里多待几天 将松鸡简单处理过后 把肉和调料放到锅里慢慢炖煮 等上一段时间后 考虑终于能够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要是天天能吃到这样的美味 他觉得多待个月都不是问题 镜头刚转到阿莫斯这边 就看到他在那傻笑 嘴上不停叨叨着要狩猎头熊吃 黑熊也没想到 荒娇野脸还有人送吃的 阿莫斯一边寻找黑熊的痕迹 一边检查陷阱有没有处罚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树上发现有只受伤的松鸡 这不就是他当时射到的那只 没想到隔这么多天还能碰上 可惜身上的肉被鸟吃了不少 加上闻起来有点发臭 只能留下来当群的诱饵 阿莫斯还在为那食物觉得可惜时 一只松鸡突然从他眼前飞了出来 这次阿莫斯可不会再失手 直接拿起弓箭射了过去 赶紧冲过去看看怎么样 松鸡就躺在那里 来了这么久 阿莫斯终于收到一只松鸡 虽然没有碰到熊 但是有吃的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带回营地后立刻清理干净 放到锅里面进行烹饪 阿莫斯闻着香味 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一口咬下去 嘎嘣脆 吃剩的骨头 还能用来熬汤喝 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不错 这几天也就沃尼亚没有什么收获了 他对自己的陷阱非常有信心 现在还用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将臭衣服清洗干净 他可不想把庇护所变得臭气熏天 眼看乌云快要凑过来 沃尼亚要抓紧时间去检查陷阱 上次荒野独居挑战 因为缺少营养 导致回去补了十四颗牙 花了两年的时间才缓过来 这次可不想再让身体受罪了 陷阱那边相当给力 成功抓到一只兔子 可把沃尼亚感动到哭了 嘴角那全是泪水 兔子块头还不错 这两天都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 将兔子放到岩石板上 用刀在腿纳割开 慢慢将皮毛弄下来 小心翼的把内脏清理干净 瞧瞧沃尼亚这娴熟的手法 不去流水线都觉得有点浪费 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兔子安排得明明白白 放到锅里面烹饪 即使什么调料都没有 他还是吃得相当开心 接下来气温会越来越低 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囤积到足够食物过冬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荒野独居终于要迎来首位女冠军 只因为阿莫斯准备提桶跑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第17天开始讲起 阿莫斯最近都靠着隔离填饱肚子 但是能补充到的能量并不多 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而之前布置的陷阱一个都没处罚 这让他心情变得更加烦躁 幸好看到附近有黑熊活动的痕迹 阿莫斯觉得只有狩猎熊肉吃 他就能够顺利坚持够50天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越往深处走 痕迹就变得越少 眼看天色渐暗 阿莫斯也不敢继续深入 今天只能先撤回营地继续挨饿 自从阿莫斯上次挑战不小心营地被烧后 他就采取更安全的方法维持火堆 实在不想再搞节目效果了 尽管如此小心了 但还是有火星跳到他身上 烫得他哇哇叫 还好反应快 不然衣服就要烧起来 在阿莫斯眼中 这就是回家的信号 心情变得更加不好 整晚都在那担心庇护所会燃起来 时不时就看一样火堆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精神状态削弱的不行 他现在只想陷阱那边能搞点食物吃 然而陷阱那边依旧没啥动静 就连熊的痕迹都少了很多 倒是听到松树在那叫嚣 这可把阿莫斯烦得不行 直接拿起弓箭射了过去 松树瞬间落荒而逃 阿莫斯觉得自己身体实在太累了 连那件都懒得回收 现在只想回到营地摆烂 接下来好几天 他就躺在庇护所里休息 在第十九天时 阿莫斯倒是给自己弄了个勺子 我就好奇啥吃的都没有 搞个勺子出来挖啥吃 难道这是准备去挖土吃了吗 与刚来时相比 阿莫斯已经瘦了二十多斤 光靠隔离实在太难熬了 现在就算熊躺在前面 他也没有力气处理 与其留在这里折磨自己 还不如回家吃大餐 经过纠结的思考后 最后还是选择拨通电话离开这里 节目组也没有想到本届男选手 会这么快就退出比赛 随着阿莫斯的离开 意味着荒野独居终于要迎来女冠军 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 镜头来到米歇尔这边 海恩娜已经出现结兵 看来在过些日子气温会下降得更多 要赶在入冬前多囤积点食物 本来米歇尔对自家陷阱没啥期待 没想到刚进入丛林 就看到陷阱那挂着一只兔子 块头比想象中还要大 皮毛也已经往白色转变 留给他囤积食物的时间不多了 先熟练地将兔子处理干净 满满一锅兔肉放到火上烹饪 虽然啥调料都没有放 但是米歇尔照样吃得很高兴 身体也能熬多几天 沃尼亚那边遭到狐狸的袭击 防水部都被他挖了出来 沃尼亚打算在附近设置一些小圈套 加上之前吃剩的兔子内脏拿去作优尔 他就不信那狐狸能够忍受得住 加上在周围用树枝围成个圈 尽量弄得看起来自然一点 只要狐狸钻进去 就会被套锁锁住 沃尼亚待在火堆边非常期待 夜里果然听到狐狸的惨叫声 但是天亮后发现陷阱那边并没有抓到 本来可以第一时间去检查 但是没有找到头灯照明就算了 沃尼亚早知道会这样 昨晚就冒险过去检查 心疼那些食物都送给狐狸吃 沃尼亚这趟实在亏得不行 只能祈祷那狐狸会回来了 而考力那边已经开始结冰 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 但是他也不急着找吃的先 就坐在岸边那里看着潮水 心态方面拿捏得死死的 看到海豹在抓到鱼吃 考力觉得自己也可以搞定 将散身的内线都拆除编织成鱼网 难度并不算高 就是有些繁琐 小时才搞定 幸好柳条弄成圈 就比较简单一点 稍微用点力固定住成型 将最后网套进去里面 看起来就像个补屑器 考力还专门竖制编制了各门进行引导 那些鱼钻进去后就再也出不来 幼儿也是下了重本 满满一袋松鸡内脏加海豹皮 就不知道这边鱼系不喜欢吃了 考力拿捕鱼系到水里面安放 现在处于低潮期 等长潮后那鱼肯定会被幼儿吸引过来 考力甚至跳起了祈祷 嘴里还不断嘀咕着让鱼快过来 就这五次大家觉得能打几分 因为退潮的原因 米歇尔看到很多枯萎的海草 正好可以用来编制成篮子 随便扯下几块就开始编制起来 先用鱼钩和鱼线弄出底部形状 然后一点一点排上去 最后加上松鸡的羽毛 很快就得个篮子去储存浆果 要是时间充足 怕是连衣服都能弄出来 而沃尼亚娜还在纠结如何完善庇护所 表面到处漏风 修不起来麻烦 只能在里面堆放个炉子 幸好捡到块钢板去做烟囱 现在就差些石块叠加起来 需要到岸边来回搬运才行 这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精力 等沃尼亚将石块搬回来后 就可以用历史土壤进行加固一番 他自己弄出来的壁炉 那是相当满意 现在就还差个烟囱口没弄好 翻开防水布后 把其中一根拆下来 接着慢慢将石块堆放到上面 最后撒上一些碎石加固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 会半夜冷醒了 不过与钢来时相比 沃尼亚就瘦了十多斤 再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会被节目组劝退 得想办法找些食物吃才行 像考虑天天吃隔离 身体越吃越虚弱 不知的陷阱一点效果都没有 更不用补鱼器了 没有办法 考虑只能回去继续看隔离吃 他还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觉得陷阱那边肯定能带来惊喜 然而隔离吃多了 身体都开始出现问题 整夜都在那里上吐下泻 本来肚子存货就不多 这样一折腾变得更加饿了 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好转 考虑感觉自己的胃相当不舒服 只想躺在这里休息 不知道大家觉得他能否坚持得住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二十天 仅剩三名选手在场上 其中最有希望待到最后的就是沃尼亚 当别人还在担忧怎么获取食物时 他已经偷偷弄好个一倍养殖场 观世这些就足够吃好几天了 等退潮时还不忘到海岸边摸索一番 每次都能看到不少一倍在那里 只需要耗费点时间 就能够轻松获得一大锅海藻和一倍 沃尼亚那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光是这样想待到最后还有点难度 毕竟一杯虽然好吃 但是能补充到能量并不多 沃尼亚更希望陷进娜能来点肉 在附近看到有兔子的痕迹 幸好并没有把浆果都吃完 还能采摘一些回去当零食时 而考虑这边正准备做个烟熏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 他实在不想进到冰水里 只能将裤子脱下来 放到上面 云山树枝的烟雾里又抗真菌的成分 清洁的效果比洗衣液的还要好 这样做既省事又方便 经过烟熏后 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要不是肚子在那饿得咕咕叫 他真想就这样待够一天 眼看天色不早了 是时候到外面看看陷阱怎么样 考虑并不想靠一杯熬下去 将希望都寄托在陷阱那边 可惜松鸡陷阱到现在啥都没抓到 又去检查了几个陷阱 就在他以为今天要空手而归时 突然看到陷阱那边躺着一只松鼠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松鼠 块头看起来并不算很大 立刻带回去进行处理 用刀在松鼠身上开个小口 然后慢慢将皮毛包下来 到时处理肉起来会方便点 很快就得到一张完美皮毛 将肉放到锅里面烹饪 闻起来相当美味 要是天天能吃到这样的食物 考虑觉得自己多待个月都不是问题 米歇尔那边就没那么幸运了 虽然之前有抓到食物时 但身体还是越来越虚弱 与刚来时相比 至少瘦了20多斤 他每天都会带上弓箭去检查陷阱 刚进入丛林就好像看到有什么在动 立刻拿起弓箭试了过去 凑过去一看 原来只松鼠 不得不说 米歇尔这弓箭比陷阱强太多了 立刻带回去进行烹饪 附近的乌鸦也被香味吸引过来 看到有吃的送上门 立刻拿起弓箭瞄准 可惜差了点准头 还是赶紧把那松鼠炫了先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24天 气温越来越低 对于考力来说 下雪有利于抓到兔子 他迫不及待进入丛林寻找看看 考力很好奇其他选手情况怎么样 他觉得米歇尔在海岸边 应该已经囤积到不少鱼在营地里 众多选手中 他最看好马克 哪怕他狩猎到熊 考力都布局的奇怪 然而马克早就退出比赛了 食物没找到 只好回去熬点骨头汤 考力的庇护所虽然不大 但是里面的东西齐全 他还挺喜欢现在住的地方 回去的让家人一起体验一下 沃尼亚醒来后就开始准备大餐 把酱果放到一杯里面 据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 正好现在处于退潮的时间 不仅能够找到大量的一杯 还发现有海胆冲了上来 忙了大半天 已经收获到好几锅一杯 他非常喜欢吃海胆 立刻拿起食块敲开 里面能吃的部分并不是很多 但是营养价值很高 沃尼亚吃的那是相当高兴 简单补充过后 又继续寻找海胆吃 没想到还真的让他找到好几个 有了这些足够让他多待好几天 要是每次退潮都能找到这么多 即使陷阱没效果也没啥问题 突然天空下起了雪 沃尼亚回到营地添加衣物 他有点担心陷阱的情况 带上工具进入丛林里面检查 本来只是想看看陷阱有没有被雪覆盖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还真的会有兔子松上门 这可把沃尼亚高兴坏了 来了这么久 终于抓到第二只兔子 块头比想象中要大一点 足够他吃好几顿 这兔子已经有一半毛色变白 证明距离入冬越来越近了 需要想办法多囤积点食物 不过现在最重要是将兔子解决掉 立刻带回营地进行处理烹饪 搭配上之前捡到的海胆和一杯 晚餐那是相当丰富 将海胆放到火焰的灼烧过后 庇护所现在充满了香味 要比直接生吃好太多了 这才是他想要过的日子 将海胆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沃尼亚对这味道相当满意 刚好兔子肉也煮好 他也不客气直接拿起兔子腿拿起肯 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有 但是那味道丝毫不比餐厅吃得差 沃尼亚都已经想好了 明天醒来就多准备些陷阱 赶在入冬前多抓些回来吃 反观米歇尔那边就要惨很多 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 夜里通过雕刻东西打法时间 他很好奇现在还有多少选手在场上 要是能少点人就好了 他可不想一份奖金分给六人用 有谁能猜到米歇尔到底雕刻了啥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25天 还剩下一半的时间 现在三人留在场上 考虑那边的食物资源并不算丰富 每次闲下来时就在想 自己还能再坚持多少天 要是可以的话 真想就这样躺一天 越想越难受 还是跑到外面活动一下 他将东西整理搬到外面空地上 想今晚就这样看着醒醒睡觉 我严重怀疑考虑要彻底摆烂 很快天空就暗了下来 考虑真就躺在外面睡一晚 醒来后发现表面结了一层霜 虽然冷得他瑟瑟发抖 但是心情却好了不少 现在考虑就想着钥匙陷阱那边 有抓到吃的 那他就留下来继续挑战 要是没有就回家吃大餐 这flag一粒碗 感觉量了一半 难道考虑要成下一个退出的吗 结果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荒野独具已经进行到第26天 仅剩下三名女选手留在场上 其中我觉得最有机会获得奖金就是沃尼亚 总开局就要领先其他选手很多 在收集一辈时 发现有狐狸的足迹 沃尼亚预感陷阱那边会有收获 走过去一看 诱饵被吃光了 就剩下一小撮狐狸毛在那 沃尼亚需要将陷阱重新调整一下 在这个小地方再加一个装置 额外增加一条隧道入口 设置不同颜色的陷阱 这样即使狐狸顺利避开了第一个 在进入的过程中还是会被卡住 为了能够吸引狐狸过来 甚至拿一大块兔肉去当诱饵 还把自己头发拔下来编织成细绳 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将陷阱弄好 这钥匙还抓不到狐狸 沃尼亚怕是要气到退出挑战了 考虑那边已经彻底摆烂 现在站起来都觉得有点头晕 要是今天陷阱里面还没有吃的 他也只能回家吃顿好的了 来之前打算靠吃一杯多熬几天 没想到吃了之后 身体变得更加难受 丛林这边的陷阱都是空的 松鸡陷阱到现在 连根毛都没有看到 考虑觉得陷阱都挺好的 都怪道具组没有多准备点吃的 现在心情非常复杂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想继续留在这里 最后的希望就是那补鱼器了 湖面那边已经结了一层冰 考虑不知道捕鱼器那能否正常使用 走到岸边将捕鱼器回收 幸好那冰并不是很厚 用点力还能破开 为了省点力气 考虑捡了块石头砸开冰面 很快就看到捕鱼器上来了 考虑紧张地将它拎起来看 然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下考虑彻彻底失去待下去的欲望 大家觉得是它是运气不行 还是技术不过关呢 考虑就这样静静坐在石块上 享受最后的时光 不知道待了多久 考虑回到营地后就立刻拨通节目组电话 回去之前不忘将所有陷阱清理干净 与上次挑战比 这里的环境更加恶劣 资源也要少了很多 要是肚子能够适应这里的一倍 考虑觉得自己应该还能多熬几天 很快节目组的人就过来了 考虑在这里待了26天 比起300万奖金 她更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 就这样带着遗憾退出了挑战 希望还有机会能够参加荒野独居 现在场上就剩沃尼亚和米歇尔 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 米歇尔虽然也有狩猎到食物吃 但是对于她来说完全不够 每天肚子还是感觉饿得不行 她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能坚持多少天 急需一些食物补充能量 唯一稳定的食物来源就是隔离和一倍 海恩那边随便捞一下就能得到一堆 但是得到的能量并不多 米歇尔至少要煮十几锅 才能勉强让身体舒服点 虽然来之前已经增重了十几斤 但是明显不够用 早知道就在心狠点再多个二十斤 她觉得自己能够轻松过完五十天 今天收集到隔离里面有很多沙子 这样本来心情不佳的米歇尔更加难受了 她不知道自己具体体重 希望不会轻到被强制退赛就行 吃了一百多只一倍和五十只隔离 现在肚子勉强感觉舒服了一点 趁现在有点力气 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 雪地上并没有看到什么痕迹 来之前节目组还说这边动物有很多 米歇尔感觉自己被骗得不行 距离挑战结束还有22天 光靠隔离和一倍 根本没法撑到结束 哪怕躺在营地 也得消耗不少能量 就在她想要回去时 突然看到有只兔子自挂东南枝 这可把米歇尔高兴到哭了 有了这兔子又能够多坚持多几天 擦干嘴角的泪水 将兔子取了下来 块头还算不错 要是能多来几只就更好了 米歇尔也不知现在还剩多少选手 要是没有人完成挑战 那奖金就进节目组口袋里 她希望最后奖金就剩自己一个人独享 熟练地将兔子皮毛切开的口子 将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 很快就得到一大锅新鲜的兔肉 米歇尔还想着尽量剁碎一点 这样看起来肉就会多一点 煮熟后的兔肉味道会更美味 手中的鸡腿瞬间感觉不香了 随着气温下降 小西那边已经切成冰 沃尼亚踩在上面蹦迪都没问题 到时可以考虑到冰上钓鱼 这也是获取食物的好办法 隔壁就种着一些蓝莓 沃尼亚平时就喜欢摘点当零食吃 味道尝起来还不错 天气在冷点估计就吃不到这些了 地上有个坑没注意到 差点那脸就要跟地面亲密接触 周围没有看到熊的痕迹 这对沃尼亚来说有点可惜 要是能搞到一头熊 别说50天了 100天都不是什么问题 只能捡些火龙回去用 用手扯实在是太慢了 取出小刀进行收割 这些足够她用到比赛结束了 就在沃尼亚以为一切都在完好的地方发展时 那刀不知咋地就把手割伤了 切了个大口子 在这里经常要触碰到动物 特别容易导致伤口感染 早知道会这样就不贪方便把手套脱了 幸好这里距离营地并不算太远 立刻回去用纱布包裹住伤口 现在只能放弃继续收割更多的火龙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挑战了 禅太后又担心手套塞不进去 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保持干净 确保不会感染 现在也没啥事做 去看看陷阱那边怎么样 刚走没多远就看到那边有只狐狸被动的帮应 让沃尼亚没想到的是 这狐狸甚至没有进入新建的隧道入口里面 就在旁边的陷阱那中招 看来这也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接下来要将狐狸好好处理干净 我就好奇这肉味道怎么样 沃尼亚觉得有点可惜 陷阱耗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一点用都没 不知道狐狸的气味 能不能吸引到其他狐狸过来 别看这块头挺大的样子 其实里面的肉并没有多少 沃尼亚也是第一次处理狐狸 从下面那个口子开始切割到腿那里 尽量将皮毛完整包下来 这还能当围巾进行保暖 很快就已经将狐狸处理好 可以看到里面的肉真没有多少 将布实的部分清理干净 沃尼亚处理起来相当小心 生怕割破肠子把肉给污染了 把肉切成块状放到锅里烹饪 不熟的肉吃下去很有可能会让身体难受 沃尼亚宁愿那肉炖到烂 也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 随着香味越来越浓 沃尼亚取下一小块肉放到嘴里品尝 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有放 但是对这肉非常满意 度过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夜晚 距离挑战成功还有20天的时间 沃尼亚并不想浪费这狐狸皮 她准备弄一个瓜皮两 这样就能刮干净这瘦皮 还能顺便弄出点肉末煮汤喝 现在要找一根粗状光滑的木杆进行加工 制造难度倒不是很高 就是需要花点时间进行瓜皮 将加工好的木杆架到树上 这样就是一根很好的瓜皮两 将狐狸皮反过来套进去 就这样用钢条不断在上面来回刮杀 可以看到上面还是有不少肉的 沃尼亚对着脂肪非常满意 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舔干净 这些弄下来的脂肪 平时就能放一个月 现在这天气放上一年都没有问题 一番忙碌过后 沃尼亚就得一条真皮围巾 虽然这味道并不是很好闻 但是裹在脖子上是真的暖 要是能再来多几只弄成毯子就更好 米歇尔就没有沃尼亚这么享受了 现在气温只有零下几度 为了确保身体能够扛得住 他必须得到外面收集柴火和狩猎食物 一路走过来都没有看到什么动物的痕迹 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点难受 陷阱那就更不用说了 都被雪给覆盖住 还要浪费时间重新安放 米歇尔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上面有只松鼠在那看着他 刚想拿起弓箭 那松鼠就溜了 米歇尔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现在想弄点吃的都这么难 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 湖面那边都已经冻结 想找些隔离吃都麻烦 他还是觉得找松鼠麻烦比较有看头 尝试射了几间过去 没想到还真的让米歇尔给猛中 正好回去炖一锅松鼠肉吃 块头并不是很多 基本上也就够塞塞牙缝 吃剩的骨头不要扔 到时还可以拿去煮汤喝 反观沃尼亚那边打算尝试到胡娜抓鱼吃 他不是很确定这冰面的情况 稍微踩了下感觉并不安全 为了确保掉不进水里 用石头搭建了一个小梯子 这样就能方便轻松打水 冰面的厚度还不是很够 看来还是得过段时间才能吃到鱼了 沃尼亚感觉这天气越来越糟糕 看起来像像是有场暴风雪要来 他现在也没有心情关注其他选手情况 现在只想快点回到庇护所那取暖 暴风雪比想象中还要恶劣 米歇尔和沃尼亚都不怎么想外出 问题那肚子实在饿得不行 出去一趟衣服都要湿透 陷阱那边一点收获都没有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眼看就剩18天的时间 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荒野独居挑战 已经进行到第33天 仅剩沃尼亚和米歇尔留在场上 虽然前期凭借着陷阱和狩猎到不少食物 但是随着气温越来越低 想要填饱肚子都难 还得想办法解决庇护所的保暖问题 像米歇尔这一生活就会被烟枪到 他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精力去修改庇护所 要留点体力到森林里狩猎 虽然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 但是觉得自己很有机会成为首个女冠军 现在策略很简单 就是多找些吃的 然后躺在营地里等结束 为了能够分辨出动物和血 他还专门戴上眼镜 确保不会错过任何食物 但是一路走过来 都没有看到动物的痕迹 这多少也让米歇尔感觉有些烦躁 现在只能跑到僵国的那补充点能量 他争后回来之前没多增重一点 不然现在躺在营地也能行 就在米歇尔觉得今天要饿肚子时 突然看到前面有些动静 他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只能慢慢往前面靠近查看 仔细一看视纸松击 这可把米歇尔高兴坏了 立刻拿起手中的弓箭瞄准目标 虽然成功命中松击 但是并没有一击毙命 米歇尔立刻冲上去 到手的松击可不能丢了 松击一看到米歇尔过来 就拖着剑逃跑 本来米歇尔身体就有些虚弱 这一番跑动气喘得不行 看那松击也开始乏力了 赶紧拿起弓箭补刀 这下松击彻底跑不动 但还在那扇动翅膀挣扎 米歇尔直接一刀子下去 这下总算能够带回去好好品尝了 块头比想象中还要大 省点吃应该能够再多熬几天 米歇尔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容易了 为了这点吃的 差点就扑倒在地 擦干嘴角的泪水 是时候回去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回到营地后 立刻将松击清理干净放到锅里 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有放 但是光闻着肉香已经相当满足 这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肉 他觉得自己熬完50天应该没啥问题 接下来只需要多收集柴火 尽量躺在营地里面节省体力 顺便想想拿到奖金买什么 米歇尔的想法挺好 就不知道半路开箱 并庆祝会不会被打脸了 反观沃尼亚这边则采取不一样的方法 他并没有急着到外面受敛 因为气温不断下降 沃尼亚把庇护所的入口都封闭起来 这也导致他想出去就得耗费不少功夫 最糟糕的是衣服会被雪包裹住 浑身湿透 冷得不行 所以沃尼亚宁愿耗费点时间精力完善 也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需要砍伐搬运一些木材作为支撑 不得不说沃尼亚的体力是真的好 现在还能进行这么劳累的工作 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 沃尼亚的双手早就冷得僵硬 相机都差点被冰雪所覆盖住 他估计现在还有三四个人在场上 这要是把奖金平分了 那自己肯定就要血亏 不过现在也没啥心情管这些 把东西搬回庇护所那里 首先将门前的云山树枝弄下来 然后用树干搭建成框架支撑住 最后把云山树枝铺到上面 一会的功夫 沃尼亚就已经将庇护所扩建好了 这样既不影响进出 还不怕被寒风吹倒 他对此那是相当满意 有点小遗憾就是没有弄扇门 所以后面几天沃尼亚都在忙着 砍伐搬运材料和进一步完善巩固庇护所 现在他待在庇护所里面 只要火堆不熄灭 就不用担心会半夜冷醒 要不是听到肚子饿的咕咕叫 沃尼亚还想着把庇护所升级一下 本来下雪就影响陷阱发挥 加上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检查过 这陷阱能抓到的概率并不高 不过沃尼亚还是出去碰碰运气 外面已经被大雪所覆盖 很多陷阱都已经被雪淹没看不到 凭借着既往陷阱那边寻找 突然好像看到绳索那吊着什么 立刻冲上前去查看 很快就看到陷阱那边 可惜看走了眼 只是一堆雪而已 沃尼亚也只能在镜头前尴尬地笑了笑 她也有想过用到岸边钓鱼 但是现在的冰层还不够厚 为了安全起见 还得等上一段时间 这一路走过来 也没有看到什么动物痕迹 就在沃尼亚想要回去洗洗睡时 听到有兔子的叫声 这让她瞬间紧张起来 待在原地等待机会 那兔子还没有察觉到背后有人 沃尼亚立刻行动起来 很快就看到兔子倒在地上 这还是她第一次扑倒兔子 实在太不容易了 现在心脏还在那狂跳 对于这块头那是相当满意 恨不得现在就吞进肚子里面 距离挑战结束还有13天 天气变得更加糟糕 米歇尔都不怎么想到外面 一会的功夫那雪变得厚起来 里面虽然有火堆维持温暖 但是烟枪的不行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等外面的雪安静下来 柴火也变得潮湿起来 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天 米歇尔感觉整个人都不怎么好 特别是眼睛非常难受 比兔子的眼睛还要红 现在也没有什么精力去做个烟囱 刚用清水冲洗过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断吸入烟雾到肺里面 呼吸起来还带有一点刺痛 不得不跑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现在左眼看东西还是一片朦胧 米歇尔有点担心 这样下去会瞎掉 虽然距离挑战成功就十几天 凭借身体的脂肪勉强能熬到 但是眼睛的问题非常大 在这样下去怕是没眼看到奖劲了 来之前答应过老公 身体一旦感觉不是就回家 米歇尔的眼睛都已经肿了起来 坐在外面了 生活又会让眼睛难受 他第一次觉得这么难受 眼睛看起来已经充满血丝 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 米歇尔最后还是觉得该回家了 他实在不敢冒险继续待在这里 拿起电话呼叫节目组过来 节目组也没有预料到米歇尔会退出 毕竟在坚持几天就能赢得奖金 现在就剩沃尼亚了 难道他要独享三百万奖金吗 米歇尔有点可惜 本来狩猎到松基能够坚持下去的 节目组的人员过来给他最后的镜头 米歇尔觉得是自己的失误 搭建庇护所时 没有考虑到烟囱的问题 导致现在眼睛被熏得不行 要是能重来 他一定会趁着有力气时 将庇护所弄得更加好一点 米歇尔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只希望沃尼亚能够待到最后就行 要是这几全军覆没 那就节目效果拉满了 米歇尔擦干泪水后 将东西打包带走 接下来就看沃尼亚的表演 大家觉得他能否顺利完成呢 距离挑战结束还有12天的时间 目前沃尼亚的庇护所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外面暴风雪的袭击 之前还抓到兔子 身体还能坚持住 唯一的问题就是烟囱那边会有雪飘下来 导致有不少湿木头和烟雾 腔的他喉咙非常不舒服 为了身体健康 沃尼亚只能将火熄灭 然后爬进睡袋里面 这气温在下降几度 怕是要被冻成冰棍 整晚睡得并不是很好 幸好外面的风雪停了 可以继续躺在里面休息 沃尼亚立刻跑到外面 呼吸新鲜空气 他看到湖面那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现在在上面蹦迪都没有问题 随便找了个地方砸开 沃尼亚打算在这里进行冰钓 要是能够上来几条鱼 后面就更有希望坚持住 不过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鱼狗那边还没有动静 沃尼亚觉得肯定是诱饵问题 下次他要放点肉上去 趁现在身体还没冻僵 赶紧回去生火取暖 后面的日子沃尼亚并没有放弃 依旧会早早跑到湖面那边进行钓鱼 有时还会将庇护所进行巩固 除了肚子有点饿 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沃尼亚还不知道就剩自己一人 每天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狗下去 在第48天 身体和精神都已经疲惫得不行 沃尼亚并没有放弃收集柴火和觅食 憋住一口气冲向等待成功那天 不知不觉终于来到第50天 沃尼亚现在心情相当激动 他很好奇有几个人平分奖金 一路走过来并不容易 最后搬运一些石头过来推成石雕纪念这里 很快节目组那边过来 沃尼亚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家 看到节目组的人过来高兴坏了 就在他好奇怎么没有亲属过来时 老公偷偷在后面拥抱了沃尼亚 并且告诉他没有人平分 独享那300万奖金 沃尼亚名副其实 成为首届荒野独居女冠军 他没有想到其他人都回家吃大餐了 还以为会有一两个人过平分奖金 沃尼亚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用 反正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一番 希望剩下的奖金够他们享受一阵子了 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女冠军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